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内于流量更迭,新流量此起彼伏,为何肖战他独占凹头? 在变化莫测,新秀不断涌现的娱乐圈里,站在顶级风头浪尖的明星寥寥无几。 肖战却能打破这一常例,自2019年他晋升未顶流后,他的热度不仅没有消退。 反而稳步攀升,形成了一个引人策目的趋势。 肖战的精彩篇章始于2019年。 那一年,无专业背景的他,凭借个人的努力与天赋,一举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三懒懒成员之一。 在2019年的微博颁奖礼上,肖战的访谈短片播放量狂飙至458万次, 这一数据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惊人号召力。 但这只是故事的起点。 肖战并未满足于一时的成就,他明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界。 唯有持续进步才能稳战一席,这与同时走红的一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见证了肖战不断超越自我,勤勉进取的身影。 他对每一个角色都倾注了全心。 对每项技能都一丝不苟地打磨,执着于演绎事业的成长与提升。 肖战的付出很快迎来了回报, 自2019年以来,他的事业发展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 在《三懒懒一人》中,他独树一帜,是唯一实现持续发展的明星。 他每一部都他的从容稳健,对每个角色都追求超越,因此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如今,他已成功实现从偶像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接连单纲多部作品的一番男主角。 肖战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职业生涯的成就上, 更在于他对个人高标准的严格要求。 他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这种自律不仅体现在他能维持良好的外在形象, 更体现在对待工作的专业态度上。 正是肖战那份自律与进取的精神, 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了不可多得的佼佼者。 肖战的成功之路,不仅仅是一段偶像蜕变的故事, 更是一段充满了激励意义的旅程。 他告诉我们,即便起步时并不显眼, 甚至未达预期,只要心中怀揣梦想, 拥有坚持不懈的毅力, 就一定能在这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的经历,为许多心怀表演梦想的年轻人们带来了希望与鼓舞。 在如今这个时代,数据主导一切,流量直观地体现了艺人的受欢迎度。 但不得不提的是,肖战的数据确实相当惊人, 这反映了他在娱乐圈中稳健而令人瞩目的成长轨迹。 咱们再来回顾2020年的微博之夜。 当时,肖战的采访视频播放量一举冲破千万大关, 达到了惊人的1015万次播放。 相比于2019年, 他在2020年的成绩几乎翻了一倍, 并且显著超越了同期的众多流量明星。 肖战在过去一年中的个人魅力与影响力展现出了显著的增长。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在2022年的威光盛典上, 肖战再次创造了自己的新记录。 仅仅在一天多的时间里, 他的采访视频播放量就突破了1402万次。 这个数据不仅刷新了他个人的记录, 还在所有活动中占据了最高播放量的宝座。 肖战成为唯一一位播放量突破500万的艺人, 这无异于实锤了他的超级顶流身份。 为了更直观地体会肖战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 同样在那个盛典上, 今年的热门一线流量明星, 如谭剑刺, 王鹤蒂等人的专访, 播放量都没能突破300万次。 在播放量方面, 肖战以超过1400万的成绩大幅领先其他艺人的表现, 这鲜明地展现了他在流量领域中的显著优势。 从2019年的458万, 跨过2020年的1015万, 直至2022年的1402万。 肖战的数据轨迹清晰地展示了 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正在持续稳健提升。 这种持续增长在变幻莫测的娱乐圈里相当难得。 肖战的数据增长, 超出了单纯数字的范畴, 他更是粉丝热情与支持的直接体现。 他向我们揭示, 在群星耀眼的时代, 肖战不仅没有被新人抢占风头, 反而赢得了更多人的关注与喜爱。 不断攀升的魅力是肖战 能够稳坐顶级流量宝座的关键因素之一。 肖战的流量在数量上持续增加的同时, 其质量也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他的粉丝群体拥有极高的忠诚度, 稳定性强, 这种业内稀有的粉丝年, 幸在娱乐圈中极为宝贵。 这不仅彰显了肖战卓越的个人魅力, 也使得他在事业的征途中 迈出了稳健而不屑进发的步伐。 呈现出持续进步的发展态势。 简而言之, 肖战的数据增长曲线, 不仅仅记录了他个人的成长轨迹, 更是他稳固于娱乐圈地位的最佳见证。 这种持续上涨的趋势 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他未来仍将继续稳居顶流地位。 在娱乐圈打拼, 若想长久稳坐顶流宝座, 仅凭外在是远远不够的。 肖战能够不断吸引粉丝, 关键在于他拥有全面而独特的人格魅力。 首先, 肖战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颜值, 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粉丝发现。 将肖战参与三次微博盛典红坦照并列比较时, 他会越显得年轻帅气, 岁月似乎在他身上并未留下痕迹。 正如粉丝所言的红气养人, 肖战的气质与仪态愈发显得从容优雅。 当他与一些新近艺人同框时, 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大明星独特气场, 是任何人难以复制的。 他的笑容无疑是他魅力中的关键, 蕴含着一股神奇的治愈魔力, 让人心情瞬间愉悦起来。 这也正是他被尊称为治愈系顶流的由来, 这一美誉实至名归。 肖战的笑容洋溢着强大的治愈力, 很多人都说, 他一笑便能瞬间让人心情变得如同阳光般明媚。 除了颜值, 肖战的才华同样不容忽视。 他的演技了得, 唱歌跳舞也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因为兼具多重才艺, 他被视作记录含和蔡徐坤之后的新一代顶级人物, 展现出了非凡的影响力。 在这个追求全能的时代, 肖战的多才多艺无疑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赞赏。 他的多元性格, 给追随他的粉丝们带来了无尽的期待与惊喜。 正如文中所述, 爱豆因其魅力能集聚众多粉丝。 肖战不仅身为爱豆, 还身兼演员之职。 一个明星就能带来多重体验的享受, 让粉丝深感追随这样一个明星足以满足所有需求。 但最引人动容的, 恐怕还是肖战个性的魅力。 不同于科班出身的艺人, 肖战身上保留着普通人的特质。 他的真诚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展现出的是那种令人深深体会的诚挚, 这与他常说的敬畏之心不谋而合。 源于内心的这种态度, 使得他在与粉丝的互动中, 总能寻找到一个让双方都感到自在的平衡点。 肖战的自律品质是他魅力的重要组成, 这体现在他维持的良好形象以及对待事业的严谨态度上。 他总是全情投入到每一个角色中, 不遗余力地磨练自己的各项技能。 这种自律与进取的态度, 无疑为他在粉丝心中赢得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肖战对事业的热情是他显著的特色, 即使他的道路并非总是平坦。 只要粉丝们能察觉到他的成长与进步, 那他们的热情与期待就能持续而不减。 在肖战身上,粉丝们能体会到追顶流的满足感, 正如文中所言,你若绽放,追随者自来。 明星的未来越光明,粉丝越会聚集, 这是一段互相促进的关系。 正是由于肖战那无可挑剔的魅力, 使得他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不可复制的明星。 他的魅力并非昙花一现, 而是能够历久迷新的永恒光芒。 因此,即便内宇的流量如潮水般更迭, 心面孔不断涌现, 肖战依旧能稳固其顶级流量的地位。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了诱惑与陷阱的环境里, 坚持初心,脚踏实地前行的艺人实属难得。 肖战,是其中卓越的一员。 回溯肖战从平凡人到顶级流量的成长历程, 我们见证了他全面的蜕变。 肖战是在大学毕业后来到娱乐圈的, 这样的经历使他更加贴近生活, 也更加懂得珍惜每一个机会。 相较于科班出身的艺人, 他更懂得如何把握住难得的机遇。 文章指出, 非科班的出身使他能更贴近粉丝, 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肖战自踏入娱乐圈起, 便以其强烈的职业热忱和进取心备受关注。 他并未因一时的成功而骄傲自大, 相反,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心态。 在演技、歌唱和舞蹈上, 肖战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 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让粉丝看到了他的成长与潜力, 也更坚定了他们对他的支持与热爱。 肖战在挑选作品时, 显露出独到的眼光与胆识。 他并未局限于特定类型的角色, 而是大胆尝试着各种不同的角色风格。 凭借卓越的演技, 肖战成功越过了偶像剧的局限, 作品从青春偶像剧延伸至正剧与古装剧。 向观众展现了他不仅拥有出众的外貌, 更是一位具有真材实学的实力派演员。 值得称赞的是, 肖战的每一部进展都显得极为扎实。 正如文章提到的, 在那批在19年一同展露头角的三爆爆中, 到目前为止, 只有他持续不断地在各类作品中担任男主角。 他不急功近利, 而是踏实的一部作品一部的累积经验, 精进演技。 这样的态度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也获得了同行的认可与尊敬, 肖战的职业成长历程恰是一部典型的励志传奇, 他告诉我们。 在这个竞争无比激烈的娱乐圈, 坚守初心并持续进步, 是通往更远未来的钥匙。 肖战的事业心和不断进取的态度, 在他身上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同时, 肖战的成就也证实了一个道理, 若想在娱乐圈的高峰稳居不退, 单凭颜值绝不足以支撑长久的辉煌。 肖战通过多方位的提升, 不断精进演技、 歌唱和舞蹈等综合能力。 他通过不懈的努力, 成功实现了从偶像歌手到实力派演员的转变。 肖战的成功并非天赐, 而是源自他不惜的奋斗。 他在职业道路上的成就不仅鼓舞了无数心怀表演梦想的年轻人, 也为整个娱乐圈树立了追求卓越的正面典范。 在娱乐圈这个常常见证粉丝转为黑粉的常态下, 能维持粉丝忠诚度的艺人, 实属难得。 肖战, 无愧为一个例外。 自2019年月升位顶级流量后, 肖战的粉丝团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稳定性。 肖战的全面才华让他的粉丝们总是能感受到新的惊喜。 尽管他在演技上已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他还能唱歌、跳舞, 这种样样精通的特性让粉丝们觉得跟随他足以满足所有需求, 从而无法再对其他人产生兴趣。 正是肖战真诚的情感和积极的影响, 稳固了他粉丝群体的高中程度。 他们追随的不仅仅是偶像的表演艺术, 而是一种值得敬重的精神指引。 这种基于相互尊重与欣赏的粉丝纽带, 才是最为坚实且持久的。